今年头9个月 非法出租组屋单位的个案超过了110起 共有4个单位被建屋局强制收回 建屋局表示大部分的屋主因为没有提出租赁的申请 所以抵触条例 来看记者有国威的报道 建屋局提供给本台的数据显示 非法出租组屋单位的个案过去4年来逐年攀升 去年达到246起 不过 今年首9个月适逢冠病爆发期 唯一的个案为114起 建屋局表示 一些单位还没达5年最低居住年限 屋主就擅自出租房子 有些则符合租房条例 但没有向建屋局提出申请 也有些是永久居民 他们将整个单位输出出去 但其实只能出租卧房 而屋主必须继续住在单位内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是那个租户本身其实是合法的 可是当交屋子之后 他做出一些非法的出租活动 尤其是他们转租的人是什么人 我们是没有办法查询的 有些是铤而走险 就觉得我租出去 我肯定会通过自己的渠道 来把整件组屋给租出去 所以如果我上网自己 登这些广告的话 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办法 至于被强势收回的组屋 2018年最多达到11个 今年首9个月则有4个 建务局指出 过去每年以规划的 机查次数为6000次 但今年阻断措施实施期间 这一方面的工作喊停 所以机查次数减少 首9个月只有3500次 建务局表示 严厉看待非法出租组屋单位的个案 一旦发现有屋主违律出租单位 当局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包括开阀和强制收回组屋 新闯媒新闻记者 聂国卫报道 下期维iens